明天我們四位小弟 分別繞了四位這個正媒 要來搶救我們大哥的IG 這是我的IG 張浩子來了 現在看到播出馬上先加起來了 所以這個時候我是要拜票嗎 不是 拜託 講一下 追蹤 追蹤 追蹤起來 對不對 我要看看你們功力 看你們今天到底能不能幫助我 可以 當然會 這什麼 這個實況 直播 實況 好 預備 1 2 3 好 長 Anny 有樂器 Anny 長笛Anny 對 80398 好多 這個是長笛Anny 這是什麼 UP UP直播 直播 UP直播 你好 這個直播 你怎麼會 我沒有看到 立東好醜 康哥我來了 情緒系的字眼 參名 不是 請問一下 你是學音樂的 那你怎麼會加入直播 就是我本身是正直式音樂老師 那一開始有經紀公司來問我說 因為還滿少有樂器的表演的 在直播這一塊 所以他就說很特別 要不要試試看 就是感覺可以吸引很多粉絲 那我所以我一開始就想說 賺一點零用錢的心態 然後結果沒想要越做越好 對啦 互打互撞 做直播其實大家都很多人就是 可能是聊天 聊天 打電動 唱歌 比較多 但是你這種有氣質的直播 這種長笛 你們兩位怎麼看 我覺得要是我的話 我還是會看 他穿怎麼樣 我才去決定要不要去看他吹 那個長笛 你可以連續講嗎 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必須說 因為我看直播的話 我可能還是會想看一些 很性感的女生 還是被吸引的 但是Anny這種 如果是穿這樣直播 就吹長笛 我一定每天看 妳有每天播嗎 我每天晚上播 每天晚上播的話 請問會換曲目嗎 還是永遠都吹那一曲 歌中也會吹完 會換 我其實現在累積曲庫 有超過一千首以上 對 好厲害喔 這種的 就隨時有人點歌吧 就每開始點播 你就可以吹出來 對 原則上是 不要太久以前的歌 沒有譜的話 不然基本上都可以 一般就是說 比較熟悉的流行歌曲 你都可以 像剛剛那個嵌女幽魂 妳看 嵌女幽魂 比較不會有人點 對 老師 等一下就過時了 來啦 我們老張的女生太難了 好不好 那請問一下 就是說 你不能一直吹嗎 因為吹是會累的 一直吹 邊吹會酸 邊吹邊涼 那就是說你這樣 你有沒有別的方法 來增加一些樂趣 你不可能一直 吹 我可以一下笛子一下消 一下笛子一下消 不用消 你還是很累喔 我還會彈琴 然後彈琴 有時候彈唱 很偶爾會跳舞唱歌這樣 就是不一定 還會跳舞喔 彈的時候怎麼跳 怎麼都會 沒有就是特別活動 就是可能很什麼 某個節日啊 什麼聖誕節之類的 可以加碼這樣子 什麼都會 但要練 因為我其實沒有舞蹈基礎 是因為時光的關係 所以你多練 其實聖誕節很好練啊 對不對 你就當迷路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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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你 1.8萬的可以嗎 被看出來嗎 被看出來 可惡 好不好 那 他有周邊商品 對 就是回饋粉絲的周邊商品 這假的 就這是悠遊卡 長期悠遊卡 就是覺得中久可以拿到還是 就是我的 抽獎 給我的鐵糞門 對 就是謝謝他們的知識 這張也很好用 還有 是多餐多少錢就收 送東西的 然後也會增加 喝杯 專屬 這個喝的都可以喝到你的頭耶 真的 一個美好的東西被你講 不是鐵粉吧 真的 真的會甜到頭的 這個是 這是拼圖 拼圖耶 這樣特別 跟妳結婚了一下 好有氣質 對 他的周邊商品都有氣質 他就是特別有氣質 這個是 卓莉 旁邊那是誰 這是妹妹 妳妹 對 因為他有時候也會來客串 我的直播 真的妹 真的妹 對 真的妹妹 這是狗是不是 對 這狗狗 我家的狗狗 也會客串直播 這是他家的馬 女朋友 我家裡還養馬 他家的單位 可不可以做衣服 他家的公園 好大 他的 他家的粉絲 對 這是群聚的時候的照片 他家的熊 這個如果粉絲的話超開心 我還很想收集 這是2018年 2019年還會出嗎 我有想出 OK 明年的2020的 就是妳是音樂家族出來的 對不對 就是家裡面就希望妳學音樂 對不對 可是 一般 就是 妳們上一輩的人 可能對直播這個不了解 對 會認為妳直播那時候 就有一點點色彩嗎 這種行業 對 誤解 那他們會這樣想 刻板印象 對 因為一開始新聞什麼 常常會報導一些 可能比較負面的 所以我爸爸一開始就很擔心 想說什麼 直播 直播那是什麼 還吹笛 然後或者是他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一個人對著鏡頭 在那邊很開心 在那邊笑什麼 他就不理解 那後來就直接讓他 他有沒有中間想帶妳去宮廟 沒有 沒有 我就直接開播讓他看 就是他就看整個過程 然後發現其實很單純 其實還好 對 就很單純 那妳知道妳爸爸的帳號 叫什麼名字 沒有 我之前是開妹妹的號 去給爸爸看 因為妹妹也上來 有一些直播的人 會記住家人的名字 他可能一看到家人出來 他講話就開始 喔 懂懂 本來是很熱舞吧 爸爸來了 爸爸來了 穿起來 今天跟你講 中原的故事 差那麼多 差很多了對不對 那後來爸爸都在看其他人 哈哈 好不聊 我們當藝人 有時候走到街上 他會被人家認出來對不對 你被人家認出來以後 你有沒有覺得生活就比較不方便 很不方便 我不自在 就是心裡很有壓力啊 負擔 嗯 因為我平常都是這樣子 我很鬆 那有有認出來就 好 譬如你很鬆 好 你很鬆 欸 是豐田耶 好醜 哈哈哈哈 我還是會有一個就是 撐起來 撐起來這樣子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你的派這個就是被認出來 你有什麼 我的粉絲其實對我還蠻好的 就是他們很常會是回家之後說 我剛剛在捷運在遇到你 但是我不好意思去跟你拍照 其實他們如果 大家都很有禮貌的話 我們都很樂意去合照 不是 是真的 真的很開心 我那次去新加坡就 反正有人跟我合照 我就跟他合照 對 那他們就會在我那邊留說 剛剛跟康哥合照 好開心 他人真的蠻好 然後下面就會有 我也看到 但是我沒有勇氣跟他拍 對 那我就會留 下次千萬別客氣 那他又留一個我就感動 他沒有 因為我看到你跟小孩子在一起 我不好意思打腳 啊 走心了 我流淚了 跟剛剛 跟剛剛玩那個肝炎的一樣 他留這個嗎 他說 其實我是柯濤嗎 哈哈哈哈 還不講 他已經想多了 我改時間 我上次去看爆球 我想要跟你一起做 我上次看爆球也是 因為看那個什麼 台灣對日本 超多人 然後後面也是很多人跟我拍照 然後我想說哇太多了 後面有一個人就拍完 我說又要拍 他說不是你可以坐低一點 哈哈哈哈 你以為被認出來 有沒有看到 小燕姐 妳會不會被影響的生活 被認出來的話 我有遇過就是他說 可不可以錄生日快樂 就對他說錄生日快樂 然後旁邊有 旁邊有好幾個人一起 然後錄完他 旁邊的第二個人說 我也要錄生日快樂 我說 你們都同一天生日 他說沒有 我要預錄 然後就後面的 全部都接著來說 我要錄一段 生日快樂給我 喔 那你 其實滿特別的 那今天我們表演一下 好 我們今天要介紹一個 特別的來賓 一直特別的來賓 已經出現了 現場直接播 對 現場直接直播 就是我們的 新好男人 最暖爸爸康哥 康哥 這是 這是康哥的Instagram 大家要追蹤喔 好不好 拜託大家幫我追蹤他的 好多留言喔 拜託 對 謝謝 大家幫我追蹤康哥 接下來我們要表演了 對 我們等一下表演一首 然後 然後可能會 請 好 來 兜兜 翠克 翠克幫我們拿 麥克風 是我拿的喔 是 哇 海怪 剛剛出現海怪 手機是我拿的 唉唷 好 來 收音吧 有刨車 聖禮囉 聖禮了 聖禮囉 變殭屍了 不是 我怎麼吃大胞胸啊 對 為什麼妳要吹大胞胸 妳今天還可以跑 來...拋車... 來...拋車 這樣要兩個人一起拋一下 可以...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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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粉絲好多喔 留言刷超快的耶 那是禮物特效 這變喪屍 對 還有這種禮物 變殭屍是他們送的 對 這是禮物 對 我想說剛剛這個機器壞掉了 沒有 好 謝謝... 謝謝妳 謝謝... 好 記得最終參加的 好不好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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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